在我上一支影片里,我们一起打好了八小时断食法的理论递基,建立了一个最基础的框架。 还没看过那支影片的朋友,别担心,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 但如果你已经掌握了基础,你一定会问,然后呢? 因为一旦你开始实践,很快就会发现,真正的挑战来自三大进阶关卡。 第一,断食时头晕,无力,饿得发慌。 第二,不确定什么东西会打破断食,处处小心翼翼。 第三,如果你在健身,你很担心这样吃会掉肌肉。 如果这正是你的困扰,那么这期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终极指南。 我将分享Huberman博士的三个进阶黑科技,并告诉所有增绩者,如何最大化你的训练效果。 看完这期,你所有关于断食的疑问都将得到解答。 好,我们直接进入进阶玩家的黑科技工具箱。 第一个工具,是饥饿感的终结者。 你是否在断食时感到头晕,手抖,无法集中精神。 你以为是低血糖,但Huberman博士指出,这往往不是。 解决方案极其简单,在水里加一小撮海盐,然后喝下去。 科学原理是,断食时身体会排出盐分,导致血容量不稳,而补充微量盐分可以迅速稳定血容量,从而消除这些不适感。 第二个工具,是燃脂状态的加速器。 想让燃脂效果加倍吗? 关键在于,尽快从进食状态切换到断食状态。 Huberman博士指出,如果你吃完晚餐,就直接躺在沙发上,你的身体需要长达5到6个小时,才能真正进入断食状态。 但如果你晚餐后,进行20到30分钟的轻松散步,就能极大的加速血糖的清除,让你提前数小时进入身体的修复和燃脂模式。 第三个工具,是断食规则的速查手册。 这可能是大家最困惑的地方,到底什么算打破断食? Huberman博士给出了清晰的界定。 首先,绝对安全区,水,无糖的茶,不加任何东西的黑咖啡,都不会打破断食。 核心原则是,任何会快速升高你血糖的东西,都会立刻打破断食。 这其中最需要警惕的,就是所谓的单糖。 简单来说,就是那些能被你身体快速吸收的糖分。 最常见的例子包括,所有含糖饮料,汽水,奶茶,能量饮。 果糖,例如大部分的果汁,甚至是一些特别甜的水果。 这糖和葡萄糖,也就是你平时吃的糖果,甜点里的糖。 这些东西一旦下肚,你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迅速上升,身体会立刻退出修复模式,断食也就终止了。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硬核的知识点,情境。 Huberman博士举了一个一颗花生的例子。 如果你已经断食了十几个小时,处在深度断食状态,吃一颗花生,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,基本不算打破断食。 但如果你刚吃完一顿大餐一小时,你的身体还处在血糖和胰岛素的高位,这时哪怕只吃一颗花生,也会延长你的进食状态,从而打破断食。 所以,你是否处在断食状态,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而非简单的是或否。 好了,以上是适用于所有人的进阶技巧。 接下来这部分,是专为所有健身、增肌爱好者准备的特别内容。 很多人担心断食会掉肌肉,或者影响增肌。 Huberman博士引用研究指出,只要你一整天的总蛋白质摄取量是足够的,断食本身并不影响肌肉的增长。 但如果你想追求最优化,进食时间确实有讲究。 结论是,无论你一天中什么时候进行力量训练,在上午,比如十点前摄入蛋白质,都似乎更有利于肌肉的合成与增长,也就是我们说的增肌效果。 好了,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 这就是你的间歇性断食终极行动手册,60秒掌握所有关键。 第一步,打好地基。 遵守两大黄金法则。 法则一,睡醒后,等待至少一小时再吃东西。 法则二,睡觉前,两到三小时绝对进食。 第二步,锁定目标。 瞄准八小时黄金窗口。 将你每天的进食时间稳定在八小时左右。 第三步,装备升级。 善用三个黑科技。 对抗饥饿,感到头晕无力。 喝点海盐水。 加速燃汁,吃完晚餐。 记得散步半小时。 严守规则,远离所有含糖饮料和甜点。 第四步,精英特调。 增机者的专属优化。 想最大化增机。 把蛋白质安排在上午吃。 这就是关于间歇性断食,从入门到精通的完整科学框架。 如果这份终极手册对你有用,请一定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我们下期见。